Hello大家好,我是莫屯老周 关于徐州的铁链母亲 今天本来想谈江苏省委省政府 徐州特别调查组发的最新的公告 就在昨天晚上我看到了一段很短的视频 这段视频是最早曝光铁链母亲的那位抖音博主拍摄的 当时这位博主到董志明家做直播 然后就发现在很破旧的大屋旁边 还有一个更加破旧的小屋,连门都没有 走进去一看就看到屋子里没有任何的取暖设备 一个女的在寒冬腊月穿着非常干宝的衣服 赤字脚站在地上 在定睛一看她的牙齿几乎掉光 脖子上居然还套着一条铁链锁在墙上 那么这个视频曝光之后就震惊了全世界 也引爆了整个徐州包含铁链母亲的事件 在当时的视频里 这位博主见到铁链女子的悲惨状况之后 就给她拿了一件外衣 也给她拿了一些比较松软的食物 可能是因为这些举动 让铁链女子感受到了她的喪意 所以铁链女子师父跟她开口进行了一些交流 但是因为铁链女子说话的时候 非常含糊不清 而且有比较明显的方言和口音 所以大家都没有听明白她在说什么 以为她是在喃喃自语 或者在说一些没有意义的话 所以都没有去吸咎 但是就在昨天我看到那个视频中 有人终于把当时铁链女子说的几句话 翻译出来了 我看完之后整个人就像被电击一样 震撼得无以复加 下面请大家先看一下这段视频 然后我会给大家来深挖细节 请大家一定要看完今天的视频 因为这些细节中藏着惊雷和魔鬼 慢慢吃慢慢吃 还有好短 还有好短 慢慢吃 坐下吃也可以 你坐下吃 坐在你的窗户吃 坐在你的窗户吃 喝水吧 不喝是吧 不喝水 喝一点水吧 我给你弄点水 这段视频之所以让我感到震撼了 主要有几个原因 首先 这是一个在绝境中的女子 对发生了她身上的罪恶的控诉 也是一个强烈的求救信号 但是却被哭示了 我们把当时整个视频看完之后 就会知道铁链女因为感受到了这位博主大哥的善意 知道了她和董家以及其他内心的蹂躏 和强奸她的男人不同 所以才对着她把自己内心最苦的话说了出来 她用悲愤的口气告诉这个男人 自己在这里活得像个妓女 她希望这个男人能够知道她的悲惨和凄凉 能够解救她 那么这是一个遭受了无尽虐待的女子 鼓起勇气之后对一个陌生人发出的 对罪恶的一种控诉 也是一个明白无误的求救的信号 但是我们从视频中可以看到了 因为说话的口音问题 她的这些话 这位博主并没有听懂 所以最后这位博主呢 只能带着怜悯的心情转身离开了 那么直到此刻 这位铁链女子发出的控诉 才被私人听明白了 而这位发出控诉和渴望被解救的女子 已经下落不明 古人形容世间最悲惨的事情 常常说 文者漠不落泪 我认为铁链女子和这位好心的博主的 这一方简短的交流 就基本上是这句话最好的印证了 其次 从这个视频中呢 我还可以非常清晰的判断 这位铁链女子并没有疯 她对自己的遭遇 身边的人和事 都有清晰的认知和判断 她知道谁是善良的 谁是罪恶的 她知道可以跟谁诉说自己的痛苦 视频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在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 铁链女子向那位给她拿衣服的好心博主说出了 阿哥 我跟妓女一样 陈天 妓女一样 这句话之前啊 她沉思酝酿了好久 她就是在思考 眼前这个人信不信得过 自己能不能对她把话说出来 她不知道说出来之后呢 会不会换来董家男人的毒打 对自己会带来什么样的秘密 所以她一边吃着面包 一边在思考 直到她判断出来 这个好心的大哥应该是值得自己冒险的 所以她才往后退了一步 用悲愤的语气把自己的想法表达了出来 这个细节非常重要 她充分表明了铁链女子是有着正常人的自力的 也许长期的虐待和伤害呢 让她无法达到很高的一种智商水平 但是可以看出来她的自力水平并不比正常人低 绝对不是政府公告所说的精神病或者自杀 网上还有人曾拍摄到她说过的话 说这个屋子里没有一个好人都是强奸犯 那么把这些话和上面那段视频中 她的举动联系起来 可以进一步判断出来她绝不是精神失常 也能盼望出来她在董家 在董基村 在丰县 在徐州遭遇了什么 这也许就是当局 在事情曝光之后立刻把她强行关押到精神病院 随后又把她在人间消失的原因吧 第三 从她向这位博主求救的举动中可以看出来 她一直没有放弃求生的欲望 她也没有完全放弃对人的信任 尽管遭受了那么多的摧残 经历了那么多的罪恶和迫害 她依然没有对人性完全绝望 她还是相信自己有机会能离开这个地狱 回到亲人身边的 所以她才会试着对和善陌生人去表达 去哀求 我在这里想问一下 江苏省委和人民政府 是谁真正断送了她最后的希望 以及其他很多像她一样的 尚未被公众发现的铁链女子的最后希望的 伟大光明正确的党和政府 你们能告诉我吗 之前我看到一个网友的留言 说当时去看她的人 就应该直接把她强行带走的 把她曝光了之后 反而会给她带来灭顶之灾 这个话其实说的很有道理 相信现在大家应该已经看明白了 以后再发现这样的铁链女子 你曝光她 只望政府来救她是没有用的 你应该自己直接行动 或许还有一些机会 否则政府把人直接送进精神病院 你想要救都救不出来 另外还有网友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 说为什么这个女子手里紧紧的握着一把筷子 我当时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但是现在我可以理解了 因为她并没有真的发疯 所以她拿着筷子就是为了滋味 或者如骄傲女孩所说的那样 是为了给探访她的人留下一些线索 我想说的最后一个细节 就是铁链女子在发现 那位博主听不懂自己的话 想要离开的时候 她不由自主地追问了一句 阿哥你能留下吗 那一刻 这短短的几个字 是最让我震撼的 这不仅是因为她在那一刻 对作为博主的意图 能够做出如此敏锐而准确的判断 再次明白无误地证明了她 绝对是因为拥有正常智力的 更是因为那一刻 她的话和神情中所流露出来的期盼 绝望罔流和柔弱 纵弱千斤压的人闯不过气来 在她鼓足了勇气 表达了自己的控诉之后 突然发现这个难得一见的和尚的大哥 就要转身离去了 在那一瞬间 她明白命运可能不会改变 所以她不由自主地发出了急切 而又不舍得罔流 虽然素昧平生 但我知你心怀善意 或许就是我此生最后的希望 哎呀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从视频那模糊的画面中 从铁链女子那一句 你能留下马 如期如数的罔流中 我一息可以看出她的内心 永远停留在了她被拐卖的那一天 纳斯特她还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女 豆蔻年华 娇憨可人 坚增活泼 她是父母的攒上明珠 是老实的存在 对人生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梦想 她下马爱情 渴望做一个幸福的妻子 做一个骄傲的母亲 想要陪伴父母终老 来世间度过平凡而快乐的人生 她此后所经历的悲剧 不是她生命中应得的 我再次恳请祝君 不要放弃 不论你是在墙内还是墙外 请继续发声 直到我们再无余力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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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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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声 宠ạt郎 订阅 转发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